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朋友 这段短片介绍我们城寨将会搬去的新家 叫做Kurios KURIOUS 英文即是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思呢? 人都是追求自由 自由就是可以畅所欲言 自主就是将新的科技 可以尽快应用在自己平台里面 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于是就有了Kurios这个平台 大家会问 Kurios不是C字头吗? 为什么会用K字头呢? K字代表的是knowledge 知识 城寨这么多年来都是强调 以知识为本 而好奇心 其实是产生知识的动力 知识能够传播 就需要结合创意 所以好奇知识创意 就是Kurios这个平台的精神 在Kurios里面 除了城寨的节目之外 会有来自五湖四海 全世界的creator 将他们的知识和创意产品 带给大家 Kurios 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平台 各位城寨patreon的朋友 大家好 又到世汉历史党史篇的第二集 第一集主要说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是1801年 应该是因为 共产党发表这个 中国共产党宣言 是1920年 在新青年雜誌的总部 就是陈独秀的家庭召开成立大会 在共产国际文献里面 也有清楚的记录 也在之后 向共产国际的回报里面 也是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但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的领导 早期的领导 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是20年入党 所以在1921年 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党代表大会 毛泽东才有参加 所以在1949年之后 中共党史里面描述 关于中共什么时候成立 改造成为 生日日期都改造 改造1921年 就毛泽东伟人 就是所谓创建共产党 实际上创建共产党的 没有毛泽东份 这就是转改生日的理由 接着第二个改历史的 就是最近在2015年之后 2014年 由所谓反法西斯联盟60周年 习近平提出抗战14年的观念之后 中共就开始在教科书全面落实 将我们一直所认识的八年抗战 改为十四年抗战 这是第二次我们亲眼看到的 这个转改历史 那为什么八年抗战 变成十四年抗战呢? 这个全部 和中共伟大民族复兴论述 是有关的 因为1931年开始计算 就是九一八事变 然后1936年就是西安事变 1937年就是盧沟桥事变 1931年开始计算 就是突出了共产党推动中国抗日 和领导中国抗日两个角色 推动中国抗日就是 就是指称国民党不抵抗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只有中共抵抗日本在沈阳事变之后的侵略 对东北的侵略 除了宣传 号召抗战之外 也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 就称为东北抗联的可歌可歌的事迹 而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这个《义勇军进行曲》 也是来自一套电影叫做《风云儿女》 就是说东北抗日游击队的一套电影 就是电影里面的一首歌 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我想而知就是中共 一直以来都是视抗日 他们就是这个领导 于是就提到1931年14年抗战的话 一来突出国民党不抗日 由中共推动抗日 最终在西安事变之后迫掌戒石 组成这个抗日统一战线 然后在1937年的盧溝桥事变之后 就变成全面抗战了 那就是抢夺抗日战争的华语权 为什么呢? 因为抗日战争就是民族主义的近代 中国民族主义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资源 任何人如果要动员大中华民族主义 必然要建构他们在抗日里面的历史角色 所以就有所谓的14年抗战 那除了共产党建党是揣改历史之外 抗日其实揣改得更加多 我经常提出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共产党当时在早期的共产党 在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 192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共产党 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不是民族主义 国际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苏联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政党 所以在1922年苏维埃 苏维埃成立共产政权之后 他就很积极地在周边接让的地区输出革命 就由另外一套班子叫共产国际去打析了 而共产国际里面就派一些中国人 回到当时的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信奉国际主义的 所以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是不重要的 包括在日本的侵略里面 实际上我今集就是说武装保卫苏联的概念 一路如何由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 一路到1931年的东北抗日 而最终到1937年的全面抗战 37年之后我们下一集再说 今集主要说盧沟喬事变之前 所谓的中共抗日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 就是去到晚清的时候 因为相当之弱的国家 在甲午战争之后 就签订了马关条约 割让了台湾给日本 朝鲜也脱离了中国的范属 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朝鲜位于东北亚 我实在说在地缘政治里面 东北亚是相当之关键的 占领东北亚有大量的抗藏 也有天然的屏障 所以是一个向南侵略的重要基地 类似欧洲的巴尔干半岛 但是当时李鸿章在晚清里面 如何斧斧支撑摇摇欲坠的 一个腐脑的帝国呢? 就是在外交上 在外交上採取了联俄制日 这个政策 联俄制日当时的俄就是沙俄 沙俄一直在亚洲里面扩展 包括跟英国进行的大博弈 然后伸展到海深威 而他遇到的第一个敌人 敌敌在沙俄年代不是中国 而是日本 而是日本 于是李鸿章在当时的晚清里面 在联俄制日的政策下 就想了一条选择 就是跟俄罗斯合作 跟沙俄合作 就是兴建东方铁路 叫做清东铁路 或者叫做东清铁路 就是清朝东方铁路 清国东方铁路 就是由俄罗斯一路伸展到来到满洲 大家要记住 满洲就是满清的兴隆之地 是满洲人的老家 就是东北 所以不希望落入日本手上的时候 唯有拉拢俄国 在俄国也需要 除了找一个不动港之外 也希望将他的势力一路向南进 对俄国来说 而他遇到的敌人就是日本 日本就是北进 俄国就是南进 所以在1905年 就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东北打的 就不是在俄国的领土 也不是在日本的领土 那为什么呢 就因为当时晚清 中俄合资兴建 清东铁路之后 就将沿着铁路完善的 一些土地的使用权 管理权 和司法管制权 都给了沙俄 这就是为了前门拒虎 后门进狼 拉了一只狼进来 对着日本虎 希望他们两个打起来 结果真的打起来 1905年 那俄国战败 竟然 清朝就买错了 以为强队一定会赢 谁知道 就输盘输球 俄国战败之后 日本一约成为亚洲强国 打败一个西方的国家 以一个亚洲的 新近的现代化国家 打败白种人的国家 就传遍世界各地 对当时中东 阿富汗 日俄战争 是很大的震撼 对于亚洲民族主义 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也肯定了日本 在满洲南部的利益 于是将长春以南的铁路 因为日俄战争 被日本占领 日本打赢之后 就变成了南满铁路 而最终 俄国和日本签订的 朴智茅斯条约里 承认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所以就分为北满和南满 长春以北那一部分 是属于俄国的利益 以南是属于日本的利益 这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基础 因为这个满铁珠色汇舍成立之后 他就完善设置警察 准军事化 开始有军队 于是关东军就出现了 整个东北军事化 就是从日本开始 但当时也有东北军 就是军阀张作林的部队 控制着东北的几个大城市 是三方博弈的 当时是三方博弈的 东北就是张作林、张学林、张学梁父子 另外就是北满就是沙俄 南满就是日本 在这个环境下 1911年清朝突然间 辛亥革命崩溃瓦解 民国政府成立 成立之后 当时也没有办法去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所以张作林就控制着东北 张学梁、张作林父子 在这段时间里 俄国也自己爆发革命 到了1922年左右 就出现了十月革命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反帝国主义的 于是就宣布放弃 在中国的权益 表面上 实际上因为当时来说 中国没有一个北洋政府本身 也是不太强大的原因 因为地方军阀割据 所以就只是能够 任由日本和俄国 占领了东北大部分的利益 而最主要就是在 蔣介石北伐之后 东北逆次张学梁 就将五色共和的北洋政府的旗 就换成了清天白日满地红旗 就宣布在形式上 建立南京统一政府 就在北伐之后 1927年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 就和俄国交涉 一直在蔣介石强硬 因为当时来说 北伐之后 已经是蔣介石已经决定 和苏联斩揽了 改变孙中山晚年联俄融共的政策 因为他知道共产党 是受苏联的共产国际指挥 准备颠覆国民党的政权 于是就和苏联斩揽 就决定收回中东铁路 当然 在前面执行的是张学梁 因为当时 张作霖在1926年 在黄沽团被日本人炸死之后 实际领导 东北军阀部队的是张学梁 张学梁和蔣介石面谈之后 就决定宣布武力收回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就是清东铁路 在清朝灭亡之后就叫做中东铁路 不是中东铁路 是中国东方铁路 于是就派当时的警备部队 和东北军 进占中东铁路沿线 驱赶苏联的警察 军队和外交人员 结果就爆发了战争 1929年的7月 宣布强行收回 而在1929年的8月 就是 苏联和东北军开战 张学梁的部队 投入了10万的部队 进去和苏联的战争 但是这场仗 当然就是以东北军 战败 中国求和 最终就是 这件事就是 以苏联继续管有 中东铁路来作结 但是同一时间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当时来说 如果你说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 那张介石收回 中东铁路 圆线 或者张学梁的东北军 的军事行动 是正义行为 但是共产党 采取什么立场 这个就是大家 从中 由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 可以推论到 1931 到1937 甚至于1937之后 毛泽东的抗日战略 刚才提到1929年7月爆发的 因为争夺中东铁路的中俄战争里面 东北军阵亡了大约 他自己声称是两千人左右 但是在苏联的档案里面 其实有差不多接近一万的军队被呼和阵亡 在当时来说 蔣介石要向取消不平等条约 向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 就是沙俄时代侵略的 拿了铁路完善权益 所谓利益瓜分里面的东西 不只是沙俄 有德国的在山东 有法国的在广西 也有英国 在汉口等等 武汉等等 这些权益 还有山东的威海卫 要收回这些权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一个民族主义来的 博博你问我 蔣介石、张学良才是 站在中国人 中华民族主义的立场里面 向当时晚清入侵的帝国主义者收回 这个行动还要用军事方式去收回 这个绝对 所谓中国热血蓝仪 没理由不支持 但是当时中共提出的是什么呢 它的口号 是反对 蔣介石和东北 叫做蔣介石军阀 与张学良军阀 向苏联进攻行动 提出武装保卫苏联 大家再说一次 张学良和蔣介石达成协议 大家记住当时 所谓北伐统一之后的南京政府 不是一个真正像今天那样的统一国家 很多时候仍然受制于地方军阀 张学良东北逆次是显示 原意有个诚意和蔣介石一起建立一个统一国家 而他们达成了协议之后 首先就是希望收回 这个俄罗斯 帝俄沙俄时代所得到的利益 当时的俄国政府已经转变成为苏联 苏联政府 而苏联另一只手就是这个共产国际 在远东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中国共产党 就叫做吃女扒外 就勾结外国势力 竟然在中东路事件里面宣布武装保卫苏联 当然他当时的势力很弱 武装保卫苏联只不过是口号 但这个立场 在共产党的党史里面是相当清楚的 就是认为张学良和蔣介石 背后就是帝国主义 竟然将历史歪曲 当时很明显出于取消北平等条约 将晚清受到外国欺凌的全面改正过来 但是中共是选择了站在帝国主义那边 我想问这个伟大民族复兴故事怎么说下去呢 唯有不说了 中东路事件 所以为什么香港教育局 考试局里面说中日关系 1937之前的中日关系 会变成共敏感 而最终引起牵延大波 去清洗教育局里面 香港的这些出事题的人呢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正正不想香港人理解 当时在整个三零年代 甚至在1922年之后 整个关系 不是中日关系为主族 是苏、中、日三角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段历史 我们只会单方面 跌进一种民族主义抗日思想里面 但是正正考评局这条问题 如果你懂得回答的话 你就知道 当时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player 和一个player的马仔 就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于是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出 蔣介石当然大怒 但是当时来说 中共也是一个 已经和蔣介石 准备叛乱的组织 勾结外国势力的叛乱组织 于是 当时来说 今天正正就是写入这个党史里面 而当时武装保卫苏联 是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许 在这个共产国际召开的大会里面 是高度赞扬 当时这个中国共产党 在中东路事件里面的角色 我读一读给大家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 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里面 积极维护苏联利益 赢得1935年7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赞誉 现在截录出来给大家听 是吧 你看看你气不气 共产国际执委会被输处 第七次代表大会 直接称 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 在群众的面前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斗争 去反对自己的政府 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 表示了真正的布尔扎维克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 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 革命运动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最光荣的一页 你想想 即是说当时 连共产国际都表扬这种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什么意思 是连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都不顾 这样才是国际主义的典范 就是反对自己的政府 反对自己的军队 在中苏战争里面站在苏联那边 你想想这个就是民族主义吗 这个绝对不会是 好了 这个是1935年7月 1935年3月 苏联做了什么呢 将中东路出售于满洲国 满洲国后面 就是日本的关东军 武装保卫苏联之后 跟着苏联所得到的这个中东路的利益 它不是归还给中国 是将中东路给满洲国 就是当时为了战略上需要拉拢日本 全力应付欧洲 这个立水德国 于是1935年 就是做了这个 就是将中东路让给满洲国 好了 中东路事件之后 东北军也被日本看到 是没有一个战争的实力 于是就导致1931年出现的 这个沈阳事变 就是918 那沈阳事变 日军就全面占领东北 那在中共的抗战论述里面 它为什么要14年抗战呢 它第二个重点就是 是由1931年到1936年这段时间里面 是共产党推动中国抗日 我还没说 中东路事件的后果是去到2004年 2008年才解决的 因为在这个中苏战争里面 中国打败 苏联占领了在黑龙江的黑核子岛 是一直以来成为中俄领土争端的一个问题 在2004年 江泽民签署这个协议 中俄角得黑核子岛领土一半 中国丧失的土地 远远超过香港岛 九龙新界加在一起 黑核子岛的一半给了苏联 当时摆明就是1929年 中东路战争里面 中苏战争里面 占领的地方 应该全面归还给中国 去到2008年10月14日 这半个黑核子岛正式从中国国土里面 避免俄罗斯 这是由当日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 一直到2004年签署协议 丧权欲国 你看日本和南韩 在和苏联的领土糾纷里面 到今天有没有让过 到今天都没有让过 日本和南韩 唯独是中共 去到2004年签署协议 将中东路事件 武装保卫苏联也不止 失去了领土 现在 拿回一半就当做功劳 另外一半就给了他了 我想说 伟大民族 又要复兴民族主义 从何说起呢 接着到1931年的抗日问题 为什么习近平要把线移到去三一呢 就是因为他说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 在当时沈阳事变 918事变之后 蒋介石张学良放弃抵抗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读中国历史 你会知道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叫做 让外必须安来 因为在1931年 9月18日之后 中共做了什么呢 是号召上去东北抗日 还是毛泽东亲自带领红军上去东北呢 不是 在1931年的11月7日 中共江西瑞金成立第一个苏区 两个中国开始 令立政府在江西瑞金 就是说如果你说民族危难当前 我想问 为什么民族危难当前 中共最快做的事情就是江西 两个月之后 就是9月到11月 9月就是918 11月就是江西瑞金的苏区成立 因为他看到 日本的侵略 就是他扩大的机会 这个就是在 后来毛泽东在全面抗日 即1937之后 所谓的721指示了 就是7分发展 2分应对 1分抗日 就是这样 721指示 那 在东北里面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是来自风云仪旅 那东北抗日 又是一回什么事呢 是不是真的 共产党所说的 这个 他们自己 激于义愤 激于民族 国家土地被侵略 而是号召出来 最终扭转西安事变 扭转蔣介石的消极不抵抗政策呢 很明显 蔣介石在1931之后 他认定最大的敌人是楼寇 是内地 中国国内的叛乱组织 中国共产党 所以提出让外 必须安耐 因为如果他把部队抽调了上去的话 他已经看到1931年11月7日 成立江西苏区这回事 是一回什么事 就是利用民族危难 去夺取政权 中共从来都是利用 别人的危难 去执行他们的政治任务 包括香港疫症这段时间 所以提出让外 必须安耐 共产党就拿着这件事 来说他勾结日本 又说张学梁消极不抵抗 失去东北 于是就加上那些左翼民人 上海的电影界 学生等等 人人纷纷请愿抗日 个个就是杜德人上身 那蔣介石当然是有苦自己知道 但是当时来说 苏联的政策 才是中共抗日的最基本的制度 就是所谓武装保卫苏联的指导思想 当时来说 苏联要组建这个世界反佛西斯同盟 在欧洲就是反对纳粹德国 在远东这边就是要针对这个日本 于是 由西安事变到东北抗日 其实主吹的都是苏联 共产国际 不是因为什么民族主义 首先 在张学梁的部队撤退之后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 最先抗日的部队 有几方面的力量 第一阶段 1931之后 到1933年左右 就是东北抗日二勇军 东北抗日二勇军 东北抗日二勇军 里面有山策 有原本张学梁的部队 也有马尖山这类属于国民党的 擁护国民党政权的军队 也是地方军头 不同的派系 背景相当复杂 也有受国民党指挥 有受原本张学梁东北军指挥 也有受苏联指挥 组成了一个东北抗日二勇军的时代 很快就被日本精锐的关东军逐个击破 接着苏联指使共产国际 指使中共的满洲省委 本来就借趁乱去东北建立苏区 其实是 于是就派了杨静宇 后来被吹嘘为东北抗日的英雄人物 赵上智等等 去联络不同地方的抗日二勇军 说服他们由中共领导 成为所谓东北抗日联军的时代 就是我们叫做抗联的时代 由东北二勇军到东北抗日联军的时代 东北抗联成立大约是1936年成立 就是当时西安事变前后 西安事变前后 大家想到的了 究竟在东北抗日里做了多少事情 因为1940年已经被关东军围剿抗联的部队 已经退入了苏联 受苏联指挥 东北抗联这段历史 共产党是不敢提 也不说得多 因为他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 退入了苏联之后 就编成为远东方面军 第88部兵里里面的教导团 就是东北抗联的军队 里面有一个营长是谁 大家今天很熟悉的 就是朝鲜蕊的金日成 也是第88部兵里里面的一个营长 就是说苏联在当时来说 为了防御日本 就将这些抗日的亚洲人 组织成为红军 记住是红军 是受苏联红军指挥的 成为远东方面军第88部兵里 那他们训练 南野营、北野营训练 他们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偵察日军去执行任务 那你说是不是为了中国抗日呢 不是 是为了苏联 是为了苏联 所以直接是由苏联指挥的 而最终在二次大战 在这个亚洲战场结束之后 就派遣他们进入 回去东北协助中国共产党 去接收 这个就是抗联 后来演变成为红军 远东方面军第88部兵里教导团的角色 而金日成 就将他装扮成为 在长白山出生的 这个民族主义英雄 实际上他是红军的形长 就去建立这个北韩的政权 金日成 那所以 为什么中共在六十年代 他不敢提东北抗联呢 是因为里面牵涉到 和北韩一段不为人知的关系 金日成是红军的形长 所以很多的资料 在北韩里面是不会提的 因为他也是要将整个金日成金家的政权 成为朝鲜民族主义 整个共产党在抗日的角色里面 是取决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 这个才得人害怕 即是说东北抗联 如果苏联关系好的时候 抗联就绞下之后就坐牢 好了 苏联关系紧张了 日本的北进政策 发动了洛曼罕战役 于是就投入去做政策兵 其实就是这样的角色 就是为了苏联 其实不是为了中国抗日 那西安事变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也要看苏联的指示 就是共产国际当时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里面 就是认定蒋介石才是抗日的主要力量 他知道共产党没有能力抗日 但是日本已经成为苏联的大患 于是 因为日本的满洲国成立之后 关东军的实力一路一路强大 而苏联也没有办法两边作战 特别是史太林大肃清后 缩反后 很多红军里面的将领也被流放 当时的朱可夫元帅 后来在抗击这个 纳水德国里面的名将 朱可夫 其实就是流放在西伯尼亚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共就要执行苏联的抗日 同一战线了 就要夹蒋介石抗日 而蒋介石一路都是以苏联作为主要敌人 日本也希望拉拢蒋介石 联合抗共 这是一个三国关系 所以在盧溝桥之前 就有河梅协定 和企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 就是因为大家要联合防共 和当时日本希望拉拢蒋介石 联合防共 而苏联借中共 在中国里面发动民族主义 来夹蒋介石全面抗战 和日本开拖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时局 如果我们说不看苏联那一部分 我们就很容易跌入了一个 纯粹是国共里面 共产党抗日 国民党不抗日 张学良不抗日 最终张学良觉醒和杨虎城合夹 夹了蒋介石去西安 然后发动政事变 拘禁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觉悟成立抗日 同一战线 接着1937年 77盧溝桥事变爆发 全面抗战开始 共产党里面是成功 我觉得他最成功的是什么 是令到蒋介石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 特别在盧溝桥事变爆发 这个阮平原事件的日军演习失踪的士兵 这件事其实有偶然性 我觉得 当时日本参谋本部 有没有全面在中国 所谓他们所说的支那事变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准备呢 我觉得未必有 蒋介石的反应 是受制于西安事变之后 所谓全国洶涌致电抗日 这件事 就夹了上马 于是 在77盧溝桥事变之后 电令宋哲元全面抵抗 这就引发了全面抗战开始 但是 我再说一次 在1931到1936 西安事变1937 全面抗战这段时间里 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抗洪 不是抗日 这个除了是 他们抗日是因为 苏联在反法西斯 战线里面 需要 由中共拉拢 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才有 军事的力量 所以他在后面 在1937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他吹嘘的平营关战役 和白团大战 投入的兵力相当可怜 日军100万华中派衍军 中国派衍军 所谓支拿派衍军 在100万部队里面 他几千人守着黄河以东 盯着闪北 那些延安的解放军 大大小小 发动过50万至100万人的战役 20多场是国民党的军队 阵亡的数目过百万计 黄埔军校阵亡的军官超过200人 中共的指挥官只是在白团大战里面 死了一件叫左拳 名字很坏 叫左拳 然后就说自己领导抗日 因为1937之后 他真的没有做过事情 七分抗洪 两分虚应一分抗日 在文革的时候 彭德怀其中一个罪名是白团大战 发动白团大战进攻日军 暴露了共产党的军队 共军的势力 未计毛泽东指使潘汉年在香港 和日军交换情报 他就是利用整个日本侵华这件事 去夺取中国的政权 我记得我读书的年代 看过一个美国历史学家 罗伊斯文 写文国史的专家 他说如果不是在1946之后 国民党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百年抗战可歌可歌的历史 他说法国抵抗纳税德国抵抗了多久 英国在亚洲殖民地里抵抗了多久 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是八年 足足八年 实际上是整个二次大战里面 一叶可歌可歌的历史 中共实际上在这个抗战里面 他们的贡献 如果用何应音的说法 牵制日军兵力0.3% 0.3% 现在就吹嘘成为自己抗日的主力 在海外很多民族主义者 他虽然未必对共产党所有的事情都支持 但是一说到抗日 大家都经历过那个苦难的时候 中共这种抢夺抗日话语权 的确对海外很多的华人 是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感召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上海战役 所谓死手四行仓库 十九路军赛亭街 其实是广东人 在十九路军事件之后 在上海战役之后 中共的反应 是认为这样去抗日是没有意思的 应该所有军人 应该拒绝这个蔣介石军阀 加入红军 建立桑区 我想问这种民族主义何来 当日十九路军 死手四行仓库 是国际大新闻来的 其实 这也是 所以我说 如果大家一定要熟读党史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在党史里面 有大量这些有待发掘的谎言 不需要说是历史专家的 我告诉你 真的 大家上网看看 东北抗日联军 与苏联关系 你打进去已经看到了 你以为只有你有档案 苏联没有档案吗 究竟整个东北抗日是一回什么事 由东北拥军到东北抗联 究竟为什么 去到反法西斯七十周年 的阅兵大游行里面 抗联部队的方阵才出现呢 为什么去到现在才提出十四年抗战呢 因为根本抗联的角色 在中共党史里面 是没有定论的 他是红军由苏联指挥 那么好了 去到1960年 1968年 文革之后 中苏关系决裂的时候 抗联的历史就要隐瞒了 不拿出来说 跟朝鲜关系好的时候 又不可以说 因为要装扮金日成 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而不是红军远东方面 第88步兵女教导团的一个营长 其实刘百成也是 所以我就是说 有时候大家记住 共产党成功的是政治上的成功 和宣传上的成功 在当时 一个日本、苏联、国民政府 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的时候 在东北 他能够成功利用民族主义 去煽动起这个战争 我就是说 如果你看回1929年 中东路事件 如果中共民族主义者 他没理由不站在蔣介石 或者张学良这一边 但他是站在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边 所以可想而知 在整个对日政策里面 基本上是在执行苏联的政策 是在保护苏联的利益 好了 到现在 他就一国一美十 全面再包装过来 就是说自己 就是民族主义者 而是领导 中国的伟大民族復兴 打败日本了 他差点连开罗会议都说毛泽东去 其实 当时1946年 中国已经晋升成为世界强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不是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 是1946年 中国人民站起来是用什么代价 是数以百万计军人的生命 是黄暴军校的指挥官 是大量平民百姓的牺牲 黄河缺堤 长沙大火 血肉长盛 是这样换回来的 其实 不是用宣传 不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 吃履爬爱 勾结外国势力 所以最怕勾结外国势力的 也是中国共产党 如果他不全面开放这些档案 去给人看 去研究的话 基本上 你要取信于 现在资讯发达的时代 取信于其他人的话 是十分之困难的 虽然你的教科书 可以将抗战历史 转改成为14年 由1931年开始 由中国领导东北抗日 然后发动西安事变 成功逼使 蔣介石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由共产党作中流底柱 继续吹虚平营关战役 百团大战 如何打败日军主力 那些是日军运输女 全部都是废话 血肉长城是什么 是武汉保卫战 是南京保卫战 这些共产党军队在哪里 我想问 三次长沙会战 共产党军队在哪里 他们的军队是部署 准备日本打败之后 如果日本控制中国 他就向西 一路由新疆走去俄罗斯 如果国民党打败 打到残杀 就由他 就由陝西出来 就向东北发展 结果东北抗联 就成为中共 在东北建立 这个军事 根据地 然后颠覆整个中国 的一个起点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一个星期 还看党史 详细跟大家讲百年抗战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香港來講 你抄品牌只有那間成功 飲食有一個成功 還站到今時今日就是大家食 大家食你有沒有見過 在新水埗那間 像是軍老一樣 如果你看這個記憶 你覺得他沒理由成功 這個君老頭 你的名字是抄大加樂 大快活 他應該抄大快活 但你抄了那麼久 被他抄到現在 他這些就神奇了 神奇在於不是因為他的名字 如果你看到名字的話 起碼很簡單 你追女兒不會進去吃 你不會答錯 阿曹總 如果你想去認識那個女生 你說今晚我們慶祝這個 我們相識第100小時 然後女生問你 你帶我去哪裡吃 大家吃 他以為你跟他開房 你知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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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